重庆有企业私撤排污管 偷偷将污水排入长江 严重威胁生态环境 警方拘捕两个负责人 重庆公安局环保总队接到民众举报 说长江边一间污水处理厂 有偷排污水违法行为 警方随即和生态环保部门 成立专案组展开核查 首先对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进行突击检查 警员发现这个法定排污口 排放的污水是达标的 警方随即重点调查 有没有暗藏的排污管路 果然在工厂50米外 发现一条埋在土里面的暗管 排污口排出来 然后我们就立即控制 当时污水处理厂的工作员工和管理人员 对他们开展突击审查 然后他们到案以后 对他们自己施测案管犯罪事实 工人不会 警方查明污水处理厂 港出行国建工程时 两个姓张和姓借的现场负责人 为自省城本 私设一条直径300毫米 长6米的管道 最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 直接排入长江 严重威胁长江水 执生态安全 现在姓张和姓借的两人 因为污染环境罪 被判处拘留三个月 罚款一万元人民币 无线烈士记者默斯文